美国一架MQ用死神无人机 实则告在黑海上空飞行时 遭俄军苏27蓄意撞击 死神无人机在螺旋桨损怪后 最后坠毁于黑海 事发后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部发声明痛批 俄罗斯这种既不安全又不专业的行为 几乎导致两架飞机都坠毁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则出面否认 表示战机没有使用机上武器 也不曾与美军无人机发生过接触 更指称无人机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 被发现的 五角大厦声明中指出 MQ-9死神无人机 实则告清晨在黑海执行时 遭遇两架俄国苏27战机拦截 结果其中一架战机多次故意以危险角度 飞到无人机上方并倾倒燃料 企图毁坏无人机并影响视线 最后因为苏27碰撞到MQ-9螺旋桨 导致无人机只能紧急迫降到黑海海面上 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这是在乌二战争爆发后 俄军首次与美军发生擦撞冲突 美国参议院领袖舒默就言辞批评 俄罗斯战绩的行动是有风险的 普廷因在意外申请之前 停止这种鲁莽行为 他并强调俄军拦截并不会阻止 美军持续在黑海行动 美国前陆军上将克特林 接受希恩采访时则分析 俄罗斯飞行员这次犯下大错 美方除了发表声明谴责 可能也会针对此事件采取相对应的举措 包括接下来无人机不会再单独执行任务 此外美国军机与北约军机 预料会强化在黑海区域的反应行动 事实上俄罗斯战机在黑海国际海域上空 贸然逼近美军也并非头一招 早在2020年 苏-27就曾近距离拦截美军B-52轰炸机 而拦截过程中 俄军甚至翻起机腹与机翼亮弹 挑衅意味十足 当时就让美军空军痛批 这种行为不仅不必要 也不符合国际飞行原则 记者弘欣雅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sus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